2021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大战盛大展盛大展开 后疫情时代自行创业 除了防疫热潮 餐饮人是加盟组的首选产业 现在到处景气都不好 民以食为天 希望说找一个比较没有食安问题的厂商来加盟 食材很新鲜 然后还有它的功夫也很稳定 那他们还有完善的教育训练 新鲜小卷转烫30秒与台南意面结合 摆盘淹没整个挖工超级浮夸 2008年在台南创业 累积14年经验的餐饮业者初次开放加盟 两年疫情当中我们的业绩是逆势成长的 品管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要求 加盟组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定 我们的上游要保餐品责任钱1000万 在我们这边我们自己总监那边是保3000万 趁过疫情考验老板决定分享新鲜海味 而完善SOP供货稳定 是创业民众决定加盟品牌的重要因素 食材鲜度更是关键 我们跟船家跟加盟业组 我们是属于共生共荣的状态 他们船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先去看货 如果我们会觉得OK我们就收了 客人会觉得你实在是新鲜的 他们自然会有回客率会有回流率这样 严格评管永续经营与加盟组共生共荣 后续还会有说明会 期盼让更多人吃到来自台南的浮夸美味 三立新闻林翔泽 廖靖云特别报导